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随着国内疫情趋缓 台湾也正式进入旅游旺季 台中的美食景点多 也是不少国人假日出游首选之一 今天我们来到台中市中区三明路上 具有百年历史的第二市场 日剧时代叫做新富艇市场 是专门卖高档精品 也是许多有钱日本人消费购物的地方 但随着时代转变 当年的贵族市场变成了平民美食胜地 很多在地人都给我推荐 在我身后的台中第二市场 汇集许多的传统美食小吃 那这个时间点是吃饭时间 我看到有很多人都在排队 不知道他们在排什么 这种天气排队实在好辛苦 堕点哭 洗点哭 那我们去瞧一下他们在排什么吧 中台湾炎热高温 正午时间 我们站在户外简直热爆冷 你有来过这个第二市场吗 没有耶 住台中住这么久还没有来过这个第二市场 你这样像话吗 好啦我们已经到这个第二市场这边了 那你有听过这边有什么好吃的吗 我们好想喝一杯红茶 我觉得这种天气真的是非常适合来一杯红茶 清凉消暑一下这样 那我们就赶快去寻找一下这个 红茶到底在哪边吧 市场里人潮络绎不绝 不畏高温民众大排长龙 人手一杯人气摊胃饮料 招牌红茶口感不死甜 又有骨淡淡中药回甘味 夏天来上一杯时代清凉又解渴 好 我现在喝一下最有名的这个红茶 清凉退火 热 来 实作的 很热的 如何 一盒一盒中药 其实它跟那个一般的那种传统红茶不太一样 它有一种那种中药草喝起来会回甘的 甘甜甘甜 它就是有点像是那种传统的那种古早味红茶 然后加了一种那种中药药材 在这种天气这么炎热 来一杯这个红茶 这样的清凉消暑 A.A.A. 红茶滩对面人气萝卜糕糕 可千万别做过 它的芦汁菜桃柜滑嫩入口 糯米肠米粒分明再搭配独特酱料 可说是完美组合 诶 我觉得它的萝卜糕啊 是那种很嫩的 我们现在吃的这一家呢 是这个第二市场也非常有名的 然后我点的是萝卜糕 芋煎跟糯米茶 好吃 那旁边这个芋煎呢 你喜欢吃芋头吗 不喜欢 不喜欢吗 你不喜欢这种有什么用 我说嗨嗨啊 咱们不是好朋友吗 你也太不给我面子了吧 我觉得第二市场这边有一个特点 其实它很像迷宫会这样子绕来绕去的那种感觉 台中公有第二市场 超过百摊的美食店家 三一放射状建筑形态 中央以一座六角主楼为核心 走着走着是在让人很容易迷路 诶 她在做什么啊 我被这个画面给吸引住了 老板那是什么工具啊 我妈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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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么特别哦 我妈妈想的 所以你们用很久了吗 我们已经70几年了 我说的是第三代的 我们说的是第三代的 所以这是妈妈自己想的这样子 所以这样有方便很多吗 这样子说加省时间啦 那妈妈有帮她取什么名字吗 没有没有没有 哈哈哈哈 原来这摊也是市场内老字号冰品摊 老板和我们透露 刮仙草的器具 是高龄80多岁老母所自制 传到他们已经第三代 虽然没有帮她取名 但是在平时工作上面 可说是相当好用 虹贵仙草冰 这个仙草呢 就是刚刚老板妈妈发明的 那个类似刷签的那种工具 所刷出来的 会比较细 端午节过后呢 就正式的来到夏天了 台中今天的天气 真的非常的热 热爆了 我热到已经全身湿大大 像水鬼一样 但是我刚刚来到市场这边 吃这个 昆贵冰 加这个仙草 可以说是瞬间消暑又清凉 帮我降温不少 好好吃喔 国内疫情明显趋缓 解封后不少民众 趁着暑假出门透透气 放松好心情 也欢迎大家留言分享 旅游景点美食推荐 哇第二市场这边真的好多好吃的东西 一个味真的装不下 我都已经吃到好撑喔 可是刚好多摊 你不是都说你想要吃吗 对啊 可是我觉得我下次应该还会再来吃其他摊味 对 然后现在是这个旅游旺季啊 如果大家全家大小 35号有想要来台中玩的话呢 不妨来到这个第二市场这边来瞧瞧 对 这里有很多很多摊 可以供你们好吃的 感谢大家收看啦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